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内阁14号通过2015年度总预算 相当于26兆2700亿台币 其中防卫预算达1兆3600亿台币 双双畅下历史新高 为了因应中共军力扩张 这是安倍晋三单院首相以来 第三度增加防卫预算 上海踩踏案36名死者家属 在中共严格监控下提出书面申诉 批评上海政府官员警方 和医疗急救部门对这一惨剧发声负有责任 美国俄亥俄州一名宣称 同情伊斯兰国好战分子的男子 今天遭到逮捕 因为他涉及一桩使用枪支 和炸弹攻击美国国会的阴谋 捍卫言论自由 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在内的 40多位各国领袖参加 11号的巴黎大游行 不过以色列的犹太报刊将照片中的女性领袖移除 引发正义 透条带您看到已经满半个月的上海跨年人才人产案 36名死者的家属目前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 不过他们已经起草请愿书 指责上海市政官员 警察和医务人员对事故处理的应急处理太慢 法新社讯息指出 离难者家属写道 上海当局缺乏规划 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 对安保工作估计不足 是导致整个事件的直接原因 他们敦促上海当局满足遇难者家属的葬葬处理要求 并提供相应赔偿 其实之前家属曾经举行抗议 并要求当局进行赔偿并领回遇难者离体 上海官方说 踩踏案造成36人死亡与47人受伤 但后续就责与调查仍然没有答案 我们分别采访了前中国警察和法律学者 他们告诉我们这次惨案的关键是 当局属于布置警力 把城市异常的工作外包给私人安保公司 原本要维护跨年秩序的警察 则是在敏感日刊管访民 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 上海外滩是中国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 但当局并没有在这里驻派大量警力 而是雇用了一家名为 上海威视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私人安保企业 提供日常安保服务 根据一份城市合同 这个公司通常在这里部署45名安保人员 在踩踏惨剧发生的当天 这家公司部署了70名安保人员 目击者也回忆说 在人群里看到一些安保人员 但是没有几个制服警察 也是好多保安公司 在公安局 它自己以他们的名下 起的保安公司 实际有一些外围的工作 如果维护街头治安这类所谓的低级工作 都留给了安保 那么警察用来做什么呢 上海的访民和维权人士指出 真正的警察都被当局派去 投入到维稳第一线了 那不重要的工作 当然就留给了雇佣的私人安保人员 每当有重大的节日的时候 或者所谓的敏感时期的时候 维持安全它用来做空的 它花的工夫要做得多 各个小区啊 敏感人物啊 怎么去监控 怎么去跟踪啊 哪些人在哪里啊 这些它们它事先都有重力的计划 那这个就是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国家它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维持所谓的国内的安全 来保护这个政权 但是它对这种公共事件 它真的是用力不够 上海访民称 每年的3月10月 以及节假日或者当局召开重大会议期间 全国各地上访者都会赴金告状 为了避免访民进京上访 当局会派出大量警察 提前将访民24小时全天后的看管起来 一个访民可以动用几个甚至十几个警察 而踩踏事件恰逢元旦期间 动用的警察数量之大就可以相见了 镜头转回台湾 来看到警方侦办台北西门町枪击案 经过过滤监视器 昨天锁定班派分子陈福祥涉嫌重大 检警已经对他发布禁管并全力追击当中 而就在昨天下午警方怀疑陈福祥在桃园出没 刚往哪里人但没有找到 37岁的陈福祥有强盗 抢夺 毒品 枪炮前科 混击北市万华古亭区一带 涉嫌多起命案 曾经在民国91年与同伙犯下截囚案 被台北市行大逮捕 关心禽流感疫情在云林彰化的部分 日前云林被发现有数百只死额 被弃置在大牌旁引发恐慌 警方介入侦办发现是当地业者 经常与亲运业者约定将死额放在该处 铁林彰化的事件 在政府已经行至有年 无性民众他表示是他们多年来 跟附近的家禽业者 如果有家禽死掉的话 他们有约定就先把家禽放置在 那一个处手 然后再由这个无性民众 他来把他载运 在一月十三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对中央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必须要缩短 这个病毒检验的流程 因为我们八号送去的第一批 他检验的结果是到十一号才出来 大量死额被堆放在大牌旁边 在情流感风投射记 显得触目惊心 台西分局了解之后 警方也呼吁民众 不要任意丢弃家禽 请依法处理 李静勇今天一早前往台西分局了解 林郑勇另外表示 因为中央检验疫情齐程太长 尤其会增加疫情扩散风险 台湾同时被H5N8和H5N2病毒夹击 目前多个县市都进行禽类扑杀 显化县政府稍早公布 当地两座禽场已经扑杀完毕 禽类遗体都已经火化处理 呼吁养禽户到卫生所接种免费疫苗 预防病毒变种 大城乡跟方韵乡 这两个案例已经都确认 也完成扑杀清场 那今天可能会出来了 结果就是在猪塘的这个肉饵 以及明天可能会出来的 就是深港乡的这个土鸡 我们在这里呼吁 所有群出A者 你还没有打103年度的季节流感的话 请赶快到我们卫生所来接种 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个服务 专华县政府表示 前两天已经针对两勤厂扑杀 2000多只肉饵和1万多只弹鸭 并且已经火化处理完毕 卫生局希望为接种流感疫苗的养勤户 可以到附近的卫生所接种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世界银行调降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将今年目标由半年前预估的 3.4%下修指3% 报告对油价大底的注意 看法保守 中国P2P网络贷款平台 频传老板跑路违约消息 在深圳的美贷网13号 传出负责人和竹碗全部人间蒸发 400多名投资人 共予1亿人民币资金无法讨回 立法院初审通过将信用卡及现金卡 循环利率上限定为15% 预计今年9月1号实施 并可肃及既往约90万卡户渴望收回 台湾的银行一年将减少 约5亿元的利息收入 平均取得穿戴型防水数位 摄露影机专利 对生产极限运动用 穿戴式摄露影机大厂GoPro 构成潜在威胁 冲击GoPro股价周二一度暴跌15% 中厂仍跌于12% 跌破50美元大关 新唐人亚海电视 整理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 昨天吴玉景提出 要暂停香港投资移民计划 目前九成投资移民香港的人士 都是拥有外国居留权的大陆人 后续会造成什么影响 请看我们来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投资移民计划 自2003年启动以来 为香港带来至少2000亿的资金 但这项计划突然被叫停 影响深远 要赶集末班车 必须在15日临层前递交申请 大批移民顾问赶到入境处 为客户递表 有移民顾问一次为约40人递交申请 过了下午点亲自递交时间 就为有以信封交表 他们抱怨新政策之前毫无预兆 令他们大师分寸 业界估计最少有数百宗申请受到影响 金融界更可能面临财源潮 有地产界人士批评 新政策对香港自由港形象不利 也重创香港的经济 香港投资移民启动11年来 获批的2.8万宗近9成来自大陆 消息令不少大陆富人感到失望 也有分析指 香港叫停投资移民 或因为大陆反贪政策所致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中共宣布将全面推进中国网路实名制 外来包括微博 铁把和网站等 都需要实行实名制 引发大陆民众与业者决定 今年计算美奖入围名单出炉 变形新钢寺 入围包括最烂影片 最烂剧本等7个奖项 各场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件新闻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销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优良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 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饭有 甲崩的好朋友 北港朝天宫 妈祖慈欣 普及世人 神恩与天同宫 今天感恩 福报 平安的祈愿 尽在北港朝天宫 今年的耶旦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 带您环游世界 欢迎回来 台湾时尚第一次罢免投票 将在下个月举行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面临被罢免的可能 不过中选会减少投票所 遭到批评 今天早上 中选会带主委刘一舟 做出回应 办美案的时候 因为投票率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人数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在每个地方的投票所 都数目会减少 投票数目减少 对选举人的方便性 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平常选举的时候 在同一个国小里面 会设有可能五六个七八个投票所 但是到了投票率比较低的 选举的时候 那我们会减掉 但是在同样的地方设置 所以它的地点还是一样的 但投票数目比较少 是因为节省经费 对于蔡正元罢免案 港湖区投票所数量 从九合一选举时的 258个减少至102个 中选会认为 不会影响选民方便 而且投票所数量 也还没有做最后确定 同样是政治焦点 台南市议会再爆出 会选宜云后 今天召开临时会 虽然议员出席人数 达到三分之一 但市长赖清德 仍是拒绝出席 议长李全教稍早表示 不排除到市政府 邀请赖清德 不过场外已经有零星冲突 来看到现场情况 这个时候我觉得朝野 应该放下对立 府会应该共同来讨论如何 来因应这一波情有感 以及过年整个实案的问题 让市民都能够安心的过年 今天是国家主人 开始说不可以旁听 台南议会临时会召开 一早有无法旁听的民众进行抗议 并没有出现大批双方支持民众 今天出席市议员有20人 超过三分之一 有议长李全教出主持临时会 出席市议员轮流发言抗议 市长局处长为列席开会 市长赖清德日前宣布 为抗拒黑金 在会选真相出炉前 他拒绝出席议会 镜头转到中国 中共持续紧缩网络自由 日前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 将在2015年全面推进 中国网络实名制 未来包括微博 贴把和网站等 都需要实行实名制 引发大陆民间和媒体业的质疑 今天晚间我们还会有 更深入的采访报道 台湾博讯网12日引述消息称 中共武警总队北京总队12日接到命令 在北京中共高官聚聚的万寿路 执行重大不控任务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说 武警此类行动 针对的目标一般是大目标 级别不会低于部级干部 很可能是针对早就传输因贪腐 将会被逮捕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大陆电信设备龙头业者华为 昨天发布2014年全球销售收入 较少年成长20% 不过营业利润年增率只有16.4%至17.8% 较前一年的成长41%大幅放缓 华尔街日报报道 可能与智慧手机业务表现欠佳有关 香港特首梁振英 今天赴香港立法会宣读市政报告 分明议员在他进入立法会会议厅时 一起撑起黄伞 并高叫梁振英下台 我要真普选的口号 有议员冲向前 芝麻梁振英市征港间 会议一度暂停 英国国务大臣施维尔在国会发言时透露 稍稿前曾与中国驻英大使 讨论中方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 拒绝英国国会议员到香港的问题 并就今年两国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施维尔透露 习近平今年稍后将国事访问英国 但并未透露具体日期 新航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神韵艺术团全球型巡回演出的最新消息 神韵在纽约演出让很多华人观众感到自豪 一位华裔时钟模特儿说 他好想和神韵演员们一起翩翩起舞 来自纽约的丹尼尔在时钟界站露头角 看完神韵深深迷上了中国古典舞 他认为一定要到现场观看神韵 才更有震撼力 来自台湾的珍宁女士 看完演出后连连表示 神韵让她感到非常自豪 就是觉得越来越多的人 会了解到我们的文化 了解到我们的以前的历史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演出 就觉得很骄傲 他们有开始在关注我们的未来 过去发生的事情 然后对 他认为整台演出相当完美 各方面配合的天衣无缝 那个乐团跟表演都很match 那个荧幕效果也非常好 这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么proud 这么match 音乐灯光效果跟荧幕都很 完全都整个是一起的 非常棒 正妮表示会告诉远在加州的母亲 让她一定不要错过神韵在那里的演出 美国神韵有没有艺术团在林肯中心 从1月14号到18号还有7场演出 票房火爆 新台记者安心5月报道 提到获奖谁都想要 但好莱坞影星们最怕拿到专门挖苦电影 和明星的金酸梅奖 一起来看看今年金酸梅奖入围名单 哪些影片和影星不幸入榜 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 入围7项 包括最烂影片 最烂剧本 最烂电影续集和最烂荧幕搭档奖 导演迈克尔贝和女星 尼可拉 佩尔茨 男星凯尔西 格莱默 也将角逐最烂导演 女配角和男配角奖项 忍者神龟变种时代也入围 在努力拯救世界后 行侠仗义的忍者神龟 竟入围了最烂影片 不但四肢忍者神龟难过 神龟迷也会很失落吧 英勇的大力士也入榜 在剧中他除了要推翻暴政 并苦恼与哥哥爱上同一女孩 现在戏外还要烦恼 这样会不会扳给他 入围的还有末日迷宗 剧中机长驾驶飞机 在万米高空 突然遇到诡异气象 地球上成百万人神秘消失 现在自己也莫名其妙地 入围金酸梅奖 拯救圣诞也入围了 为了不让即将到来的奥斯卡 抢进风头 金酸梅奖要给大家另类思考 不过明星们会不会勇敢亲自领奖 那就得拭目以待了 新唐人计较苏湘兰 怕来无法打 接着我们来关心 下节新闻重点 综艺大咖跨俗电影圈 猪哥浪 康康 宝恰恰 不约儿童都选在 褐岁片导其上映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天新闻 老公 你好没啊 不要再浪费水了 谢谢帮我 大咖跨俗电影圈 还在这边说 嗨 Dr.Warren解决你用水问题 大井用心 让您用水更安心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组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海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组好 欢迎回来 房检局今天中午召开记者会 说明禽流感最新的疫情状况 而昨天中午也开始 恢复水情的屠宰交易 農委会持续关注市场价格 防止不效业者哄抬价格 到目前为止 采样送检的样品一共有95场 那这里面有9场是到昨天下午6点为止 新增了9场 目前累计确诊场数64场 已扑杀24场 而64场中有H5N2亚型禽流感22场 H5N8亚型禽流感10场 H5亚型禽流感32场 而现在只要有验出H5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 不管是高低病源就扑杀动作 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就担心疫情再扩大 我们在低病源的部分 如果确诊之后是低病源 我们就是全额补偿 如果是高病源 那当然就是评价额 有通报的话 评价额的五分之三 14日中午恢复了水情 可以屠宰的措施 农委会也持续监视市场的供应价格 在恢复所谓的水情屠宰之后 我们目前整个家禽的产品 在产地的交易秩序正常 那目前的家禽的产地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还是维持持稳并没有变动 农委会表示 在禁止屠宰前的额价 在每台金62元 在恢复屠宰后价格不变 并且请消保处和公平会协助 严查永无囤积台价等 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违法行为 确保民众权益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魔皇帝锋 台湾台北报道 一位35岁的芬兰女子 萨宾娜 30多年前被芬衣集团送到国外 今天她挺着身孕来台 寻找亲生父母 第一次我只能帮助一个朋友 who could read my identity papers and he showed me a bit around that these places don't exist anymore this photo is me when I was a baby and it's in my passport but unfortunately the data inside is not right it's forged so in 2005 I learned to know that my identity is not really who I am not knowing like where I come from and who is my birth mother and if I have siblings 35岁的女子萨碧娜 一岁多时被范英集团卖到芬兰 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 和丈夫访台寻根 因为她已经怀孕五个多月 必须把心力放在新的家庭 但仍希望能异常夙愿 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综艺咖跨足电影圈 不约儿童都选在贺岁片 党齐上映 为了替电影宣传 朱哥亮与大陆演员李东玄 还进行一场年菜厨艺大PK 来 有没有看到 欧布洛你看 有没有 再调碌吧 朱哥亮难得受厨艺 在饭店主厨的协助下 挑战料理东坡肉 而临头绝世大陆演员李东玄 仔细搅拌要制作料理 红群米糕 双方厨艺大PK 其实就是为了新电影做宣传 我拍过那么多的贺岁片 就是这一部啊 就是最适合我 因为我是演一个乡下 有时候很不讲理的那个 一个里长 谢谢大使弟们 朱哥亮 蓄演林心炉的父亲 面对李东玄 琪琪 熟不得嫁女儿的她 频频出管招 电影《笑料百出》 朱哥亮先前演出的 贺岁片票房都破译 对新电影同样有信心 目标是几个亿 几个亿我不知道啦 就 大家希望我就尽量去看啦 保证大家看了 你看了以后 你会找你们全家去看 地球是很危险的 不过除了朱哥亮之外 还有两部终于他主演的 《贺岁片》也要上映 由康康自导致演的电影 《许万火急》 找来吴梦达 吴忠仙等 多位艺人好友参与演出 另外还有 由彭恰恰自导致演的 《铁世玉玲龙2》 为什么要躺着画 我一定把你画得栩栩如生的 一样用彭恰恰 许孝顺丹钢主角 将电影《那些年痞子英雄》的 经典桥段搞笑演出 终于他跨足底 不约儿童选战赫碎片 档期上映 继续用独特喜感 逗乐观众 接着带您来看到 1月15号的天气预报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